還有你們的哈密瓜鬆餅 謝謝 像一座小山的哈密瓜 鬆餅上桌 不囉嗦 直接先拍照 跟一般的鬆餅不一樣 它直接蒸起來 變成立體的形狀 又從哪裡開始下手吃 也有SOP 放到我們的盤子裡面 放到大盤子來切 好像聖誕樹 聖誕樹 這個殼是冷凍的 所以我們的冰淇淋 不會融化 在做的過程 當中不會融化 這是我第一 三次吃它 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就很驚訝 然後它的鬆餅 非常非常的好吃 哈密瓜挖出果肉 將果皮冷凍 當作基底 剛烤好熱呼呼的鬆餅 立體擺放 再把一小球 一小球的新鮮哈密瓜 果肉層層堆疊 鮮奶油當成黏著劑 一顆一顆小心放上去 拉花點綴 被網友形容 就像是一束哈密瓜捧花 各個季節 不同的產區的哈密瓜 吃起來的口感 是真的不太一樣的 那有時候會遇到 剛好有橘色的哈密瓜 就會可能有雙色的哈密瓜 下午茶時代 不少消費者 衝著鬆餅而來 不過製作廢食 每天限量供應 店家只接受預言 網紅介紹 真的 上次來沒吃到 所以這次專程訂的 給用餐的客人做預定 那如果說單純要吃 哈密瓜鬆餅的話 可能就是要下午茶 那一定要七天以前預約 切塊的蜂蜜蛋糕配上核桃 鮮奶油點綴其中 再淋上自製的焦糖醬 來到草莓季的尾聲 垂涎欲滴的鮮紅草莓用量大方 屏東勝利新村 帶有眷村老宅的藝術氣息 餐廳裡外都散發著古早味 融入文創的元素 浮寬的餐點 創造不同的視覺體驗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還要來看看雲林斗六 這一間美式的漢堡店 不只裝潢 非常的美麗 適合拍照 餐點也是真材實料 像是老闆最招牌的牛肉堡 使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牛肉 而且它的果醬 也是當季的水果 純手工熬製 火龍果做成的冰塊磚 放進透明的玻璃杯 再倒入氣泡水 酸甜滋味氣泡口感 視覺上也是滿滿的少女感 這樣子比較長 但是下午的話來這邊 就是很舒服 因為那個陽光很剛好這樣子 然後拍照很好 雲林斗六美食漢堡店 店內清新裝潢 適合拍照打卡 幸不小人下午 來到這裡吃下午茶 不是正餐 對 如果下午沒事的話 就會過來吃一下 其實我來這邊 都是吃漢堡比較多 我今天也是夏威夷牛肉堡 因為我覺得它有搭配 鳳一部分滿潔溺清爽的 5.2盎司厚厚一片 牛肉漢堡排煎到兩面焦滑 再放上兩片起司等它融化 煎培根 鳳梨層層疊上 牛肉就是店內招牌 本身是做燒烤店 所以我下午下班過來 我就會過來吃 看看肉排的鮮能度 它會遞出這麼多的肉質 牛肉都是百分之百的純牛肉 然後果醬也都是自己熬的 然後剛好哥哥也在日本 所以我們有些飲料部分 抹擦都是從日本寄過來 多種西線莓果倒進鍋裡 開小火慢慢攪拌 光是果醬就要熬超過兩個小時 現成加了太多化學的東西 吃起來不那麼健康 而且想說自己熬 自己也吃得比較安心 客人也比較安心 採用當季水果自製果醬 淋在冰淇淋松餅上 不只眼眉氣泡飲好喝好拍 抹茶歐雷 也用顏色打造層次 非常適合拍美照 年紀29歲的美式漢堡店老闆 在創業時也一度遭遇瓶頸 爆發疫情 然後又加上好幾個月沒辦法內用 但是租金也租了 所以就空轉了 八個月 九個月左右 都一直沒有收入 亮先生原本在台北美式餐廳 累積了八年的餐飲經驗 回到家鄉雲林創業 卻遇到了疫情 但是他沒有放棄堅持理念 尋用好的食材 用心製作餐點 闖出一片天 巴拉新聞綜合報導